好可道理喔 說服性好高喔 對啊 像我們現代人很容易 因為工作關係低頭足啊 彎腰駝背啊 所以我們叫頭為豬羊之慧 神經血管 神經就是說往這邊頭去嘛 那你發現我們要刮痧有沒有 有有有 刮痧或者是按摩都壓我們的後頭 這兩條肌 對 兩條肌肉很硬 對 可是跟腳底按摩一樣 絕對不能強刺激 對 你只能熱敷 熱敷 然後所以一直在舒緩 那我們來介紹一個叫做 梳頭點穴三步操 那第一步的話就是我們叫做 梳頭髮 梳頭髮 用把我們的食指當作是 我們的梳指 對不對 從前頭部 往後頭部梳頭 喔 對 就是梳立我們的肌 你這樣很舒服耶 對 這一定有效 嗯 自己常做梳頭髮 用指腹去按摩對不對 對 不用指尖喔 對 那就是用陰爪弓了 是是是 用督脈跟膀胱 從前面到後面 這種 那第二點穴 一樣 就是順著我們 這個頭皮的方向 用點的 對 用壓 就要按壓嗎 對 按壓 那是出的一個是壓的 對 第三個剛才一開始就提到 太陽穴 哦 按壓太陽穴 對 自己揉一揉 對 所以剛才不是說有一些清涼膏嗎 你就可以按這邊 抹在上面嗎 這個太 應該片頭痛 在我們都是乾膽精 很容易在這邊發作 對 那這邊覺得還不夠 特別有效 你就在人中 人中也是我們很人中 開竅勤腦的地方 這樣子按嗎 人中要怎麼按 你就可以一些涼涼的涼膏 不要太濃 以前是急救的地方 對 急救穴 那這樣子按要按多久 一般來說三到五分鐘 一天最好有三次以上 你就發現你的頭痛的頻率 跟強度都會減緩 我聽一個前輩說 兩隻手這樣弄熱了 然後眼睛這樣 直接蓋著眼睛 這樣有效嗎 也不錯 憲哥提的 憲哥都是老經驗 就是你搓手 雙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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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裡面他最多周傳 都傳到他那裡啊 他又再傳下來 他已經怎麼樣傳給別人了 對 這按壓 都是放鬆我們的臉部的一些穴道 羅伊斯介紹這三招啊 隨手可做 對 而且要每天做 你不要等到頭痛的